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 推翻一个阶级的暴裂奖行动 任白 看来祖师爷 还真是赏他这碗饭吃 快拜师 这诗话的意境 都痛了 又不险 起工 踏儿老优派 组织上允许他参加运动 就是让他继续接受思想改造 有人撕打自爆 谁啊 干什么的 跟你有直接的关系 把他放起来 政治面目有问题 一律停止发粮票 我这五九年 我那右排骂就摘了 你有证明吗 这 没了没了 你好好的就撑 这不是你一辈子的鲜血吗 你干什么你 干什么你们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为什么胡乱抓人呢 他们犯的是思想罪 老师 我和起工 我作为一个演员去演这么一个大诗 那确实太难了 起工曾经说过一句话 对于你不了解的诗 没有别的路径可走 下死功夫 去学 去钻研的 去研究的 去掌握的 你又不能来一个模仿秀 而且你还不能来一个四部相 必须让这些人 必须让这些人 有点 向他们的认可 这是起工 不是别人 起工为什么成为大师 咱们这个电影 其中的电影 是一个立志的电影 他从小奋发图强 学了这么多的本事 最后他必然成为一个大师 大师不是白来的 不是吹出来的 感觉他很神秘 就这个人物有很神秘的 就他的满肚子的学问 觉着深不可测 有这么一种感觉 但是他有实实在在的 或者左连右舍的一个老大人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真的他生活很简朴 简朴 念念说他有很幽默的意念 起工冬眠 卸捷参观 推门敲后 罚款议员 判新折罗 没这个人 别的文化大名当中 吵架呀 挨斗或什么 他都顶着 鼓起 他没鼓起吗 他鼓就鼓起 他特别忠厚老师 正直不恶这么一个人 但是他有办法对付过去 朝家了 家里有没有这封自修的东西 风没有 字没有 没有 修没有 风 在哪儿呢 在窝里头呢 让人离开书 他那学生也聪明 风 好啊 都风起来 他封了 他尤其感动我的地方 他给他这个学生讲了一个故事 启公本人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 我觉得 很贵 有一个年轻人 要报复仇 拐弯摸角的 找到了一个 功夫特别好的师父 去拜师去了 师父听完了 他说完了以后 那行啊 你要学拜师 好了 那大院看见那个大树了吗 去 从明天开始晃了个大树 哎 起步在我脑子里已经定型了 我演的是这么一个起步 和蔼可亲 慈眉善目 忠诚老师 就是奉公守务法的一个好公民 我真的觉得脑子里始终 招出这么一个人 到现场去念的时候 我也希望 就真的我演这个戏 我就老说 国家需要提供这样的大师 咱们国家需要这样的好老师 你看他 他迁去到什么程度 你看他陪着那个赵子出去看他的画 这字他说 多数都是伪劣产品 要在字上 他就起名 他便造不出的名气还大 当时正是书法家协会主席的时候 师范娜学的很多 也清洁工都有他的字 到街上满地都是他的房片高房 要问他你怎么不打架啊 别人留我库烦是什么 这就是情